作这作品的时候也考虑到开幕当天 我是想要请乐手过来演奏的 现场演奏的 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思考 我就觉得演奏的这种长线方式的话 感觉有点做作 想把四个琴静静的挖在那里 然后我以视频的一个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的话大家就会站在这四个很近的琴的前面去感受 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脚肋骨这里 被一个那种铁钩勾住 然后像四边五马分尸那种感觉 对 这样子的话就更能营造那种痛的剧痛的感觉 现场的话呢 我当时就把基本的东西都写满了 好有感觉的作品加油什么的 然后 那也有人说用真的就不太好吧 然后超级棒什么都有 还有别的吗 最有力量的作品 我想哭 对 就是说他这些反馈给我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对我的一种 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慰藉的 就是说他想哭 然后我真正的是就能够说明 我这作品已经传达到位了 这个艾米系列的话 首先他一个震撼的程度的话 是决定于他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因为皮草这个是很有争议性的东西 然后血腥的 然后他第一个就具备了视觉上的 然后我会结合辛德勒的名单 这个具有纳粹党 就是说杀戮犹太人的这个这个背后的一个一个故事的这么一个主题曲的一个音乐去作为背景音乐去演奏 对吧 这就从听觉上已经实现了 然后就是触觉 就别人的艺术品是说观众不能触摸对吧 但是我是允许大家去摸的 对一个提供一种触觉的一个感受 然后在一个嗅觉上他也有一点 毕竟他是一个真的皮草 然后呢市场上的那些呢都是经过了加工处理过的 就是味道意味没那么浓的 但是我这个的话呢 我会我会跟那个麦皮草的人说 我说你这几张的话呢 我要的这几张你就不要给我处理了 我要保存好那种原有的味道 对 所以说你要走近的话 你会有感受到那么一股味道在里面 所以说我就会从很多感官上去去传达给观众 观众的话他就会感受到更加深一点